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线上何处中》 这个想不到我们上线还听得到钟声 这厉害啦 现在已经上线 在电脑或者手机的螢幕上的同学 大家平安健康 现在平安健康最重要 没有比这更重要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线上课 上课之前 有个讯息先宣告一下 第一个我们这个课 就上到第17周 原来我是期末考周 也都继续上课 可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这个是我教学以来 第一次在期末考周之前 第17周上到这个地方为止 17周是6月16日 6月16日 就是上到6月16日那一周 18周我们就停上了 第二个讯息就是 第二个讯息就是 我们一向的那个 学期报告的方式跟过去是一样 自己找个题目 只要和老子有关的都可以 狡佳的日期 给各位蛮宽限的 到7月1日 到7月1日 这里时间很准确喔 晚上23点59分 玉石不后 因为那个 成绩上传 我还得把各位报告 能够赶紧看完 给个分数 所以请各位 这个时间点之前 把报告搅上来 搅交方式 在线上的那个 有通告 刚才上课之前 就有个预告啦 请各位注意一下 有选科同学 选科的同学 就要注意 就用电子邮件 寄到TA的信箱 TA信箱 在通告上面有 自己看一下 那因为疫情 变化很大 所以可能随时 会有一些 新的消息 所以麻烦各位 随时留意一下 上一下 颜君阳文秀版 去浏览 看看有没有什么 新的消息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 把第一章给结束掉 那第一章结束掉 这个前面那个观念群组 原点 老子原点的文本 其实我们前面讲 其他的观念群组的时候 都有讲到 有讲到 所以等于稍微再回顾一下 最后我把它做一个综合 把这整个一个观念 做一个体系 体系性的一个综合 因此不用花到 那么多的一个时间 那接着最后 还有一个观念群组 就是明言与自然 这个群组里面 当然有一些篇章 有些章过去还没有讲到 那个我就会去细讲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到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稍微再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 我还是再次提醒 读老子 其实不是只有读老子 读庄子 读轮与梦子 读上古这些经典 阅读的方法 一定要注意到 第一个 你不要石板板的 只是在用一堆文献 堆砌一大堆文献 在解释这个经典 假如你只是靠 像学舊一样 靠那些文献 在解释经典 而以文字解文字 就只是用你的文字 去解这个经典文本的文字 就是在文字表面去解释 那你绝对 即使没有解错 也解得不会 不会深入 不会贴切 也不够究竟 所以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情境回归 我屡次提过 情境回归的阅读法 那什么叫情境回归的阅读法 也就是说 你要把文本的这些文字 再回归 回归的时候 当然你用 要用感觉 想像 把文字再转换回去到 老子当初 是在什么样的一种 存在情境当中 去体悟到 他所讲的这一段 文本的道理 他怎么体悟到 他是在什么样的一种 实在的 具体的 情境当中 那么仰观天文 复杂地理 投入到整个宇宙世界的 大自然当中 那么去直观 我强调 他怎么样去直观 那么体悟到 他在这一段文本 所讲的道理 他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体悟到 我们都要用同样的方法 才能相同的体悟到 你不要被文字障碍了 文字把你现实 到最后你只是在文字表面上 那么去解释 那为了表示学问 大处找了一大堆材料 我的意思不是说 老子学史都不要管 不是的 那老子学史那些史料 参考一下就可以 有用的 用进来 没有用文 根本不用去提 那么 不要以文献 或者文字去解 这些经典文本 第二个 千万不要 在没有把文本 做出我刚才所讲的 那种情境回归 的这样一种体悟之前 就先把西方的哲学 那种形上学的理论的框架 不管是唯心唯物那些框架 就搬过来 就往这个文本 就照下去 那你绝对 会解不通 即使讲了半天 全部都不是原来 这个文本的意思 那 因此 这个地方我想 我还是再次提醒一下 而且 回到这样的一个 文本当中去以后 我们要看到 它的文本的脉络 文本是有脉络的 老子 即使不是一个人去写 不是一个人去写出来 但是这样的一种道理 被传了这么久眼当中 后来写定下来 你会看到 它都有层次的 逻辑的脉络是很清楚的 那 我们对上下文脉 上下的文脉 要理解得非常清楚 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 我稍微给各位提示过 我们现在文字是平面的 你现在看起来 文字是平面的 而且文字是线性的 线性就 一句串一句 一句串一句 这样串 是线性的 然后它看起来不是立体的 是平面的 可是当你情境回归之后 你就发现 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 以及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文本 整个其实是个立体的 那什么是立体 我上次讲过 第一个 第一层就是实在 实在场 就是我们所面对的 眼前这个世界 各位现在也在面对这个眼前世界 我们先把人为的一些建筑 这些文化的东西 给先摆在旁边 你设想一下 当你走到一个深山大泽 走到一个深山里面去 秒无人淹 没有人淹 当中没有任何人为的一个 你就必须要直接的面对这个大自然的宇宙 这个大自然的宇宙 你就会发现 他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个现象 那个现象那一层 那个现象就是从各种大自然当中 山川草木各种有生物无生物 那么眼前万物分杂在你面前 而且变化无尽 云在变化 风在变化 草木也在变化 阳光在变化 瞬息都在变化 这个是现象层 但是你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会像老子一样 会去想到 为什么宇宙万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物 它是怎么来的 那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变化 这变化的动力从哪里来 它的动力从哪里来 那它这样的变化 为什么从古至今 大自然这些变化 从最九万年前 九万年前一直到现在 它还是一样 恒存在那里 永远恒存在那边 可是它在变化 可是它恒存 因此这个现象的之上 现象是经验 在这个现象的上面 是不是有某种 使得这些万物能够创生 万物能够运动变化的 那个最高的 第一的那个因是什么 那就变成 醒上学就来了 从一个经验现象往上一推 就会推到一个更高 更前面的那样的一个因素 那个原因 这个就是形上学之时候 会发生的原因 就是中古戒然 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 也是在它对物理学 物理是经验现象 研究清楚以后 进一步的去推 才会发现 在物理现象 超越这个物理现象之上 应该有某一些 更高的一个实体 那也是一个实体 也就是使得这个 万物能够创生 能够变化的 那个根源性的东西 那个就是形上学 那因此这个实在层 实在层 有分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我们能经验到的 我们可以经验到 感官知觉 经验得到的那个层次 另外一个是 我们所无法经验到的 那个超验的 鲜验的这个东西 那鲜验的东西 其实超出我们的认知的能力之外 人类没有那个能力 可以直接去认知 所以因此 有关这个形上实体 到底怎么回事 在认识论上 方法论上 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西方是个难题 中国人也是个难题 那因此这个部分呢 在古代的一种先哲们 像老子等等这些先哲们 他们用的就是什么方法 就是直观体悟 就直接面对大自然 去直观 从现象变化至无尽 那么去体悟 注意到是体悟 不是看到也摸不到 或者是体悟到 一定有一个道在那边 才能使得这个万物 可以被创生 可以变化无尽 所以这个层次要分出来 这个实在层 第二个是我们人的心理层 我们的内心 还有我们的人性 所以你讲一个理性也好 想感性也好 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内在 从我们内在的性 我们内在的心 我们内在的观念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主体 从这个主体 那么这又是个层次 然后接着最后一层 就是当我们有体验 有认知以后 我们要把这些体验 这些认知 透过语言符号 把它给讲出来 把它给写出来 那一切都要被符号化 它才能变成一种流传物 所以可以被流传下去的 老子这本书是个流传物 流传到我们今天都还在 那假如没有文字书写 老子当初面对宇宙自然 所领悟到那些道 我们今天还是看不到 所以他必须要通过这个语言文字 把它流传下来 但是语言文字是不可靠的 至少在老庄来看 语言文字是不可靠的 为什么 因为语言文字的指称 都是姑且 权战 有限 你没有办法用 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 可以百分之百的 完完全全的去把 那个形上的道 给说出来 形上的道是离觉语言的 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用语言文字 去把我内心体道 包括那个体道的体验 我们对道的体验 比如说老子去体验到那个道 那个道是一种内心的体悟 我领悟到了 有这个道在 自得于心 那自得于心的这个内在的体验 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去表现出来 可是为了要去传这个道 把这个道传给后人 又不得不说 所以之后 姑且言之 姑且明之 那我们听的人就姑且听之 听完以后 这个名 这个言 就被扫掉 得意而妄言 那么 要把这个名 也能够超越掉 不要被那个名所限使 因此 有也好 无也好 在语言成里面 那个有 那个无 就是姑且明之 姑且言之 因此 老子要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把这个名 这个言 给超越 给穿透 那么 进入到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 宇宙的现象层 从现象层 自己再去体会 领悟 有那么一个 形上的道在那里 整个悟道 体道的过程 我们要必须跟老子同样的过程 所以这个地方 那个 心 就 特别重要 为什么要有虚净心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必须要一个功夫论 才能做保证 那这个是个大体上 我给各位的一个了解 教练 这个大体你清楚 第一章不会读不懂 那为什么 第一章那么多人讲 我坦白讲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到一个学者 把第一章 真正给讲通 而讲得很彻底 讲得没有矛盾 包括我们这本书 老子读本里面 郭大老师 宇佩玲教授 他其中也有些地方 讲得并不是很正确 那我们来看 那我刚才讲过 整个文本的一个脉络 层次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这一层只是遮波 遮波 告诉你可道之道 就不是常道 可道之道 就不是常道 而那个形上的道 是不可道的 不可被言说的 他在提醒你 形上的道 是不能被言说的 然后名可名非常名 可以被名的名 也不是常名 当然整个文化的建构 都是靠名 那个所谓的文化建构的产物 通通不是永恒的 绝对不是永恒的 西方的理论当中 对这个东西就非常清楚 所以 这个这些人 在台湾其实蛮流行的 那个副科的那个理论 他提出所谓的一个 知识年代 或者是一个知识型 比如说 汉代就是一个知识年代 就是一个知识型 汉学就是一个知识型 汉代就是一个知识年代 在汉代的这个时间里面 所有的汉朝的人 他们对什么是真理 有一套共同的本质 本体论的假设 在这个本体论 本质论的假设之下 那么他们对什么是正确的真理 什么是不正确的 有某种共同的信仰 那么这套信仰在当时候 都是对的 你讲出来没有人会怀疑 所以汉代的经学 大家都这样讲 没有人会怀疑 可是历史文化是会变迁的 变迁到另外一个年代 一个知识年代 前面那个年代 首讲那些知识 那些真理 就变成不正确了 被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取代了 走到另外一个新的知识年代 比如说到魏晋六朝时代 汉代的经学 大概就不太有人相信那一套 另外一套的魏晋玄学就出来 那是你同样的经学 你叫做宋代的宋学 宋代宋学 基本上就是反汉学 对呀 宋朝人整天到晚在批评这个汉代 那汉代的经学 是用什么建立出来 用明眼建立出来的 那这一套明眼所建立出来的 那个所谓的真理跟知识 到了宋代整个被推翻了 被颠覆了 被解构了 所以历史文化当中 没有永远的真理 没有 因为他都是明眼建构 那道家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他第一个就先交代你 道可代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灭 因此这里只是在告诉你 不要被那个明眼所拘腻 你假如一直执着在那些明眼上面 你就完全无法去体悟到那个道 因为道不是明眼所能够来传达的 这第一个只是一个否定 只是一个遮拨 只是扫除 所以不要在第一句去找有什么道 第一句没有道 所以余先生的第一个注解里面 那个第一个道字是明指指宇宙本源 这个讲法是错的 我已经讲过 第一个道字只是指我们现实文化社会当中 我们所建立出来的一般的势力 我们一般的势力 像比如说经学那些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的 那些用明眼去建构出来的一些势力 它不是长道 它会被推翻 它会被颠覆 第一句前面四句讲的只是这个 所以这前面四句里头 没有正面去讲什么是道 然后到无明天地就属 就是有您忘物之门 这个地方老子还是要讲道啊 他还是必须要把他体悟的道给讲出来啊 所以不得不姑且 所以他姑且告诉你 无明天地就属 我姑且拿无这个名称 来指那个天地之始 就是创生万物的 因为这个所谓的始当然就是始字嘛 始字就是说万物被创生之前 那个万物被创生之前 那个开端它的之前就是一个五嘛 就是一个五 到了一之首起 一 那个混沌的一 出现就已经是有了 在这个一之前 就是无 他说的只是这个 那因为在一之前 什么都没有的 那种情况底下 他用无这个词 去指它 但是他告诉你哦 明嘛 前面已经讲过明可明 非常明嘛 所以这一句当然那个明 你就不是常明嘛 姑且明之嘛 因此你读到这一句 你就有一个警惕哦 不要死抓了那个五哦 不要把那个五当作不变的概念抓住哦 连这个五 这个名词 名词上的五也要把它排掉 不要抓得不放哦 所以 五明天地之始 曰祢 吾祢 用有这个词汇 来去称 称那个什么 称那个旺亦字母 那个去创生旺亦的那個母 那個母就是我所講的依 那個混沌的依已經是有 這混沌的依是個有 這個有就是來創造萬物的根源的 那個最高的原因 這兩句要說的是這個 但是因為它是用了有這兩個名稱 然後姑且去指涉這天地之死 萬物之母的那個根源性的那些原因 所以你讀完這一句 請你把那個無有那個名 得一望遠 望掉以後呢就轉到下面那句 各位注意到這一句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妙 注意到這四句裡頭最重要的一個字 是哪個字 各位體會一下看看那個字 觀 觀 注意到這是觀 觀 觀這個字這個動詞都出來了 其中有人 其中有人 因此這一句就轉到了 我剛才講過 心理層 就那個主體 轉到那個人的精神 人的心靈 這個層次了 轉到主體了 這個主體要去觀其妙 要去觀其妙 要去觀其妙 那如何觀呢 常無 常無 這裡的常無 這個無 所以你看老子很難讀 就是同樣一個字喔 在不同的一個句子裡邊出現的意思是不一樣喔 這個常無跟下面那句 予以觀其妙 要做上下文之間的一個融合去理解的時候 這個無是體無 體無 體無 很多人讀不懂啊 唉 沒辦法 就是在字面解字面嘛 就是在字面解字面 因此 裡面有出現好幾個五 那就同樣的五啊 全部分成一團 這個地方那個五 跟下面那個觀 上下穩柔在一起 你就可以體會到 常無是說 我們人要經常的能夠去體悟 有那個無的 那個無 要體悟那個無 那這個無是什麼 這個無是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的五 是體悟 是體悟 要帶入那個主體性 心靈的這樣一種體悟 一切的體悟 注意到 一切的體悟 都是親身 不是躲在書房裡面 對著滿室的那些固執堆 只是一大堆的固執堆 那只是對著電腦 從電腦裡面去找一大堆的材料 資訊 不是 要體悟 請投入大自然 你只有親身 投入到宇宙自然當中 置身在宇宙自然的情境裡面 你才能去體悟 才能去體悟 那個無是什麼呢 那個無當然就是指那個 形上的那個道體 是無形無相無聲 所以讀這兩句 請各位要和其他的章 做護文的對讀 做護文倉口性的對讀 讀老子 老子是一章一章在寫 但是各章之間很多地方是有護文性的 那首先各位就要和哪一章去讀呢 第十六章 回顧一下吧 第十六章 致虛疾 守敬堵 萬物並作 無以官復 對吧 回顧一下 是不是 那個地方是出現官啊 官嘛 他如何能夠官復呢 老子如何無以官復 萬物並作 無以官復 萬物分分的這樣並作 那他去官復 他怎麼能夠官呢 他如何能官復 就是跟這裡無以官其妙嘛 無以官其妙嘛 無以官其妙嘛 就是同樣的主體嘛 那這個主體要經過一個功夫 就是自虛守敬嘛 自虛疾守敬堵 自虛疾守敬堵 那個自虛疾守敬堵 就是常武 經常保持一種體悟 那個無形無相之道的那樣一種心靈 虛淨的心靈 所以必須有虛淨心 沒有固執 沒有偏見 你才可能去體悟到 在萬象分分並作之上 會有一個道 才能夠有那麼一個道 有虛淨心 才能見其道啊 這一句不就通了嗎 那因此這個五又是什麼呢 這個又要和第十四章去對讀 十四章怎麼去對讀呢 第十四章我們不是講過了嗎 《世之不見》 《明曰疑》 《聽之不聞》 《明曰昔》 《伯之不得》 《明曰惟》 《此三者不可致解》 《故恨而惟》 所以就是所謂的 《世之不見》 《聽之不聞》 《伯之不得》 《伯之不得》 就是五啊 《道》是 《心靈》 用你的虛淨心去體悟到的 用虛淨心去體悟到 因此這個觀就特別的美 整個老子裡面這個觀 魔中山先生稱它叫智的直觀 具有某種動觀的這樣一種能力 這種動觀能夠穿透現象 能夠穿透分雜的現象 因此我們要能夠修養出這種直觀的能力 這個直觀的能力 可以把分分雜雜的萬象給穿透 而直接就看到在分分雜雜的萬象的深處的背後 會有一個本體性的東西 或者說一種本質性的這些東西 這些都可能都是一種原因 使得這些萬象可以發生的那些原因 穿透 這做不到嗎? 不見得啦 真的 這個看人的一種修養 那大家講的就是一個智的直觀 在佛家去講叫做波爾智 這個就是一種波爾智 佛家講出波爾智 持有一種智慧 所以這兩句要回到主體 透過主體的功夫 自虛守靜的功夫 經常能夠保持虛靜之心 才能夠去體悟到那個無形無相的那個道 是在的 那個道是在 所以我們才能看得到那個道的作用 觀其妙 妙 妙用無窮啊 變化莫測 這個道 雖然看不到 雖然看不到 但是一切萬物的創生變化 生生息息 都是從這個道來的 因此你才能觀其妙 接著說常有 但是你不能夠死死的抓到那個無不放 因為假如你又偏執在無 那就又是一種偏執 所以你無之外 你同時也要經常保持體悟 上一句假如是體悟 下面這一句叫做體悟 去體悟到有 不能偏執在無 要體悟到有 因此這一句 就要和第二十一章對讀 要和第二十一章去對讀 那第二十一章 我們也講過了 我們稍微來回顧一下 那麼這個道之為悟 道之為悟 為謊為呼 呼吸謊息 其中有相 已經跟你講清楚 其中有相 謊息呼吸 其中有悟啊 當然是有啊 你要去體會它是有啊 謊息明息 其中有經啊 其經 聖真 其中有心 這個地方就是有 而這個有 是廟有 也是個廟有 那麼真空廟有 在禪中來講 真空廟有是一體的 是一體的 所以因此這個主體心 我們的主體心 要常能夠去體悟那個 道之 無限無限的道 同時我們也要能夠去體悟到 那個道不是真的空無一物 那個道是有的 因為萬物都是由它產生的 萬物都是由它創生的 所以一切變化都是由它產生的 所以當然是有啊 所以道是 極有極無 極無極有 極有極無 極無極有 但是非有非無 非無非有 這個很玄 所以底下才會講那個玄 有無同出 所以為之玄 恐懿 常有的 topics 義與觀其 找 冒這個字就有很多解釋啦 而且在百年 generations 變來變去啦 我想這些說法非常多 我們就不去仔細去講 那 叫在這地方 我選擇兩個 遜古上比較有 有貼切的意思 有一個叫他軍例 一個叫 一步 觀其 飛 動向 然後界線 這個大概 道之用 道之用 道之現象 前面那一句 常無 那是道體 上面那句是道體 從無去講 那個是個道體 下面這一句從有 是一個道用 道用就是宇宙萬象 宇宙範像分成 所以當然是有 周型而不帶 周型而不帶 當然是有 那因此你要常常 要去體有 體悟到宇宙萬象之有 而去觀 觀這個叫 這個叫就是動向 因為 變化當然一定有動向 這個東西 比如說由聖到摔 那就是一個動向 由智到亂 由亂到智 也是一個動向 那花從開到瀉 也是一個動向 反者道之動 一切動向 一切動都是有個方向 就是動向 而且宇宙萬物 這些動向 這些現象都是有限性 注意到有限性 上面那個廟就是無限的 無限 變化無窮 所以你完全沒有辦法有個界線 廟用無方 但是一旦進入到現象界 經驗界 所有的萬物都有它的有限性 一朵花 從開到瀉是有限 一個人從生到死也是有限 所以一切都是有限的 所以這兩句 會解不通嗎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看你怎麼去解 所以這兩句 絕對要從一個主體去講 回到主體 你只有通過主體的虛淨心的功夫去修養 那麼才能夠長體有 而能夠去把宇宙道德變化無窮之妙 以及萬物萬象分層的那個界線跟動向 都能夠掌握得到 那因此又回到第十六章 福物雲雲各父歸父其根 我們前面都已經把那一章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自虛其守淨土萬物並弱 乎以官父 福物雲雲各父歸其根 所以這兩句一定要回到 擺脫掉 把那個五跟明 五跟有那個明 給遣除掉以後 回到主體 從語言層 進入到我們的精神層 心裡層 進入到這個主體 通過功夫修養 常無以觀其妙 常有以觀其妙 那至於說 這個斷句裡面 有一些版本上的斷句的爭論說 王毕之前都斷為無明天地之始 有明萬物之母 到王安時才斷成無明天地之始 有明萬物之母 宇片林先生在註解裡頭 有做一些辯證 我贊成要斷成無明天地之始 有明萬物之母 那個名是動詞 是動詞 那這個 常無 欲以觀其妙 這兩句 一樣 斷句上有一些不同的斷句 有一些做 常無欲 以觀其妙 常有欲 以觀其妙 一看就不通啊 為什麼會有這種斷句 笑死人 老子裡面拼命講 寡欲寡欲 他還會鼓勵你常有欲嗎 所以 讀老子 一定要和別的章 之間要形成一種互讀 我想這個很重要 所以那個斷句 裡面什麼問題 就是常無 常有 不是常無欲 也不是常有欲 你只要看到外面有一些版本 做這個斷法 表示這個人沒有把老子讀通 沒有讀通 此兩者同出而異明 這兩者當然是指有和無 有和無 同出 同出 相同的同年來 這是道 他都是道 不管是有 不管無 都是道 因此他是同出 但是異明 就是說 回到那個道的根源的地方 假如我們今天 回歸到道的根源的地方 有無是同體的 有無都是道 道本身就是 即有即無 即無即有 他是同體的 當我們能夠稍微明眼 回到這個道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他是同出 可是卻有不同的名稱 那這個不同的名稱 剛才講過 第二句 無明天地之始 有明萬物之母 這只是孤且明之 孤且明之就是孤且這樣稱 你不要被那個明打死 你不要被那個明直逆 所以同出而異明 那同出異明 雖然名稱不同 但是他卻同一個根源 同一個都是道 因為他同樣的位是道 所以才叫做玄 所以玄就是道的 即有即無即有 有無同出 就叫做玄 那玄那個字的意思 本來是主很幽遠 非常身影幽遠 非常的神妙 不可分別 不可去明言 沒有辦法去分別 沒有辦法用語言 去把它稱呼 才叫做玄 所以凡是沒有辦法用 我們的認知 去分辨 抽象概念 去掌握 沒有辦法用明言 去表達的東西 都叫玄 玄學就是這個東西 OK 我們下個休息一下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繼續 去第二堂課 這個地方 我們注意一下 同初而易明 我剛才講過 有實在層 有心理或精神主體的這一層 有明言 同初是從那個實在層 就是剛才講過 那個實在層 超越的形上的道 跟形下的那個經驗現象 望入分雜 那個實在層 那因此這個有和無 都同樣從那個形上的那個 超越的道 從那個地方出來 簡單講 也就是 那個道 是個實體 它不是概念 一定要注意 道不是理論 道不是錯戰概念 道是老子所體悟道 有那麼樣一個形上實體 這個形上實體 既是有 又是無 無 因為它無形無下 超越我們的感官 所能夠掌握 所能夠認知 可是它又是有 因為一切萬物 都是由它創生 一切變化 都是由它的作用 所以從實在層來講 有無是同初 當然那個實在層的有無 你不要把它當成是名詞的有無 而異名 異名就是在明延城 在明延城 這兩個名稱不一樣 但是一回歸到那個根源的 那樣一個形上實體 這有無是同體的 是同一個體的 體用相及 這一句要這樣理解 余先生 我們余老師 這個地方就有點 不是講得正確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註解 同位置選 第七個註解裡頭 同 指 無 和有 這個地方我的版本裡頭 那個是 與 它變成寫成那個 我與你那個與 是錯字了 指 無 和有 同 指 無 和有 這話講得不究竟 這同是指 那個根源的道 同 是指根源那個道 那個有 是同體的 無法分辨 有無 無法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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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切割 無 才叫做 弦 也就是 有和有 無在同一個道體裡面 他是不能一刀兩段 切成兩個東西 他也不能夠變成兩個 不同的概念 被區分出來 才叫做 弦 所以這一句特別難解 所以 他這樣講 並不是很 很究竟 優為深遠的意思 形容無和有 無 雖為天地祈史 有 吾有雖為萬物之母,但吾有本身只是抽象的概念 吾有有兩個層次 一名的層次,就是在明言這個層次 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沒有錯 假如我們放在明言這個層次去講,吾是個概念,有是個概念 都只是個抽象概念 但是吾有回到那個,吾和有回到那個同初的那個道體裡頭 他就不是抽象的概念 吾有就是道體的性,道之性 道體有吾或有兩種性 都同樣是屬於那個道 因為它即是有,又是無 所以那個余先生講說,吾有本身只是抽象的概念 而會具體的事物,這樣講就錯了 吾有他固然不是我們一種個別,一個一個個別的事物 但是吾有作為道的兩個不同的性相 他不同的兩個性跟相 他作為道的兩個不同的性相,是實有的 他不是概念,道不是概念 道不是抽象概念,道不是理論,道是個實體 這個實體本身會有有和無兩種性相 極有極武,極無極有 所以余先生這一句果然還是被那個明言所限制 因為第三句已經告訴你 那只是第一句已經告訴你的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得意妄言,體悟到那個道之後 那個有無兩個明言就應該被解消掉 把他丟棄掉了 所以不應該還是在有無 作為一個抽象概念這個層次 因此他一直停留在明言程 假如你一直被那個明言所限制 一直停留在文字,停留在明言 去瞭解老子的第一章的話 你永遠解不通 所以他說這個 無有本身只是抽象的概念 而非具體事物 所以老子稱之為玄 那前人都以為只道而言 會是 就是道 有無 同初 指的就是道 道本身 極有極無,極無極有 所以他不是兩個名詞 也不是兩個抽象概念 那麼我想 極天這一句 的確沒有解對 所以為什麼第一章這麼難解 很多人講了大半天 講了講去 都還是講不通 很簡單 大部分的人 都是被明言套死的 簡單講就是以文字解文字 是啦 以文獻解文獻 以文獻解去解這個文本 那用概念去解釋 而沒有情境回歸 不做一種直觀的體悟 所以 還是最後沒有辦法講通 所以我想 這個地方我必須 一定要把它變成過來 那麼這樣的一種 道玄之又玄 再次的強調它的玄 玄之又玄 就是在句法上就是這樣 強調玄之又玄 道是這樣的玄 道就是有如此的玄 所以它才是眾廟之門 門就是出入 一切萬物變化 眾廟是指一切萬象的變化 萬象的變化 萬象的變化 就是從這個地方出來 從道出來的 我想 我這樣講應該 可以把第一章 給講得很清楚 那希望各位能夠領會 我想 顏六老子 我還是再次強調 不要忙著去搞理論 不要忙著去搞一堆文獻 回到文本 文本具有優先性 經典的原文具有優先性 把原典的文本 反覆讀 反覆讀 文字 訓古 只要解釋正確 把文字訓古解釋正確 剩下來這裡面 所含有的那種 思想 意理的內容 不能只是在文字表層 去做一些解釋 一定要情境回歸 深入的去體會 通過一個體悟 能夠把整個文本的意義 能夠掌握 那之後 你要從這個地方延伸出來 從這裡延伸出來 要講出什麼 一套理論 那再說吧 理論 假如說老子裡頭 有理論的意義 也應該是從文本本身 內涵已經隱含在那裡 把它拉出來 提舉出來 用我們現代人的 系統化的一個語言 去建構出來的 這個叫內造建構 我一直不斷在強調 內造建構 這些年 我一直在講 內造建構 從中國古典的 這些經典文本當中 所隱含的 裡面的這些道理 我們把它提舉出來 全是清楚 提舉出來 文心電腦所謂的 福利與菊頭 經過前面的 市民與張藝 市民與張藝 對那個語言成的一種解釋 然後進入到這個歷史 歷史經驗裡面去 原始以表末 然後再經過選文與定篇 那些非常具有點綠性的作品 拿來做例子去解釋 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後 最後做一個綜合 或者叫歸納 或者叫綜合 把它歸納出來 把它綜合出來 用一個系統化 與菊頭 用一個系統化的 這樣的語言 把它在建構 形成一個體系 這個叫內造建構 這樣的理論 是從我們自己 古代經典裡頭生產出來的 不是從西方套過來 你今天先從西方的形上學 搞一套理論 弄一個框架 來往老子的文本造下去 然後用那個框架 把老子的這些文本 納到那個框架裡面去 搞出一套西方式的理論 我稱為外造建構 外面 相對於內造建構 就是外造建構 那就是從一個外來的 移植過來的 一套理論框架 去建構老子的一個哲學 坦白講 至少我是不走這個路 我對老子的東西 對莊子這些東西 我通通要回到他們的原點去 從原點的深處 去把它內含豐富的意義 給提舉出來 然後用我們現在的學術的一種語言 去把它系統化的再重構成一套 有系統的理論 我想研究中國古典 應該是這樣才是比較正確的態度 尤其走到二十一世紀 我一直不斷呼籲 假如中國自己的一個學術 要能夠在世界化的一種平台上面 可以和西方平等對話 而不是在消化別人 在挪用別人的理論的話 我想內造建構一定要在這裡做一個提示 那這樣子我們接著下面這個動變語很長 我們稍稍把相關文本再瀏覽一遍 等於複習一遍 第五章 請各位翻到第五章 第五章有一句 和這個動變有關係的 虛而不屈 動而欲出 這個地方老子用欲詞 用拓越去做一個避欲 天地之間 其有拓越乎 虛而不屈 動而欲出 注意到了這個地方就是動 動變 不斷地動 不斷地變 越是動 越是變 它越是無窮無盡 越是無窮無盡 OK 這很簡單 這絕對是從老子直接地去觀察整個宇宙的現象 整個宇宙的現象 想像整個宇宙 就像一個風箱 一個大風箱 古代打鐵用的那個風箱的時候 那麼越洞裡面的箱子裡面是空的 因此它才能包納一切 可以這樣子不斷地越動 那個風越大 火也就越大 就生生不死 整個萬物之所也可以這樣生生不死 無窮無盡 就是因為它不斷在動 不斷在變 這很容易了解 那第四十章是我 以前講到很多地方都經常會去使用到 就是反者道之動這一句 因為整個老子裡面第四十章這一句 是非常重要的一句 因為這一句不但講出整個宇宙是動的 是道之動 宇宙的那個萬物變化的那個動變 萬物不斷在變化在動變 是道讓它動 因此道是一個根源性的動力 一個根源性的動力 道這個根源性的動力 使得萬象都一直不斷在變 所以是萬物並做 萬物並做 夫云云各覆其根 都是同樣這個意思 所以都是朝著一個相反的方向在動 這是一個規律 就是往復循環 從前面這兩章 我們就可以得到兩個 綜合兩個概念 動變 宇宙 自然 永遠都處在動變之中 這個是從現象 有個體物 那麼 有段 都是在動變當中 那麼這個可以是自然宇宙 那麼也可以是歷史文化 那同時也可以是個人的生命 都一樣 宇宙自然固然是不斷都是在 處在動變的狀態之中 歷史文化也是這樣 從古至今歷史文化都是一直在變 才有那麼歷朝歷代啊 這個王朝滅掉了 新的王朝興起 又滅掉又興起 所以治亂一直不斷就是在動變之中 然後呢 它的一個 接著 我們從40章就會看到 這個動變有一個規律 就是往復循環 它的動變不是亂變 它有一個規律 這個規律就是 往復循環 不斷的往復循環 大自然固然如此的 春夏秋冬四季 不斷往復循環 萬物生死生死 那麼消長消長 不斷的都是在往復循環 歷史也是如此 治亂治亂治亂 也是不斷的在往復循環 就通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所得到的一個結果是什麼呢 所得到的結果 就是無死無終 無窮無盡 無死無終 無窮無盡 從無死無終 這個地方講 這個是整體 總體 總體 所以整個宇宙的總體 是無死無終 無窮無盡 至古至今 它一直的存在 因此它是恆長 所謂恆長 是從這個總體去講 恆長 不變 是重重的講 這個地方就是不變 總體一直存在 當然是不變 但是個體一直都在變 現象一直都在變 那麼總體這個地方 就是體 那 這現象就是用 體用相極 體用相極 就體用相極不理 所以大體上 整個腦子裡面 所要傳達的 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接著下面呢 我們看到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這五章一樣 有物魂城 仙天地生 集兮遼兮 獨立而不改 周型而不代 周型而不代 這一句 就是這一句 周型而不代 當然是動變 當然是動變 而且這個動變呢 是周型 普遍 普遍 而且周 圓形的 循環不移 既普遍 而又循環不移 又循環不移 而不代 不代 當然就無窮無盡 就無窮無盡 永遠不會停止 永遠不會停止 所以整個宇宙 之所以能夠一直 橫存 一直在 不會毀滅 是因為他不斷的 處在 動變的狀態當中 而且動變 是尋著一個 循環往復 循環往復 第十六章 我們都講過了 所以就不用去細講 萬物併作 無以官復 這個地方講過 官復 復就是一個 往復循環 都一直會回歸到 那個根源 為了他不以官復 所以福物雲雲 各父歸其根 歸到他的根源 所以一個個體物 有生有死 有消有長 但是回到那個根源處 的那個道體 他卻永恆不變了 這些意思大概都是如此這邊 那麼這裡面只有一個 一張是以前沒講過的 就七十七章 所以我們現在翻到 第七十七章 來讀一下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有張工於高者易之下者舉之 損有餘 有餘者損之 不足者補之 天之道損有餘 而補不足 他底下的人道 我們就暫時不去講 因為他認為 人道正好有 這當然是一個批判 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 以奉有餘 這句話 是個很批判性的話 這個批判性的話 當然是面對春秋那個時代 這句話其實有相當針對性的 針對春秋那個時代的人 從最高的帝王開始 到下面那些群臣 到一般的士階層 一直到百姓 人經常就是損不足以奉有餘 從那些不足的地方剝削過來 來奉養那些已經都太多太滿足了 還要不斷 這顯現出權力越高 慾望越大 所以慾望與權力成正比 當然是如此 所以慾望最大的一定是國君帝王 慾望很小 我只要一碗飯就夠了 對一個慾望來講 他的慾望就是能夠有一口飯吃 我就滿足了 對那些帝王來講 吃一口飯算什麼 不但要吃得飽 要吃得好 要吃得最好 要吃到豪奢 很多日食萬錢都還不能滿足 全部都是在損不足以奉有餘 那些錢從來來來 錢當然有些人 錢是正正當當賺來的 很多是正正當當賺來的 但有一些古代的貪官污吏 要剝削百姓啊 多的是啊 那這些人 也就是把百姓的那些 人家都不足了 你要把他剝削過來 奉他自己是有餘 所以老子這句話 其實滴滴確確確 是對當時候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 起出一個很強烈的批判 所以要他們去看看天道 你要看看那個天道 人是這樣 不對啦 所以假如說人 能夠經經常常的去仰觀天道 從天道去體會到 一個事物之所以能夠長存 永遠都可以存在 絕對不是像這樣的一種 損不足以奉有餘 損不足以奉有餘 到最後的都不會有好結果啦 下場都不會太好 那麼這個是老子 他對這樣一個 當時社會的一個批判 但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前面這個天道 天之道 其有張公夫 他拿張公來做一個譬喻 所以老子經常會用喻詞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喻詞 張公說文說張師公玄也 是張公就是師公玄的意思 高者益之四句 那余先生引了高亨的這個註 說師玄於公之始 師玄於公之始 為高則益之 故曰高則益之 玄之為下則舉之 故曰下則舉之 故曰下則舉之 可是這樣講好像還是不是很清楚 因為公是這個 那玄是這條 這是玄 公是這個 那就公和玄彼此之間的位置 師玄於公 要把玄綁在公上面的時候 就是要續在這兩端 要續在公上面 師玄於公是 玄之位高 玄的位置比較高則益之 怎麼益啊 怎麼益 我們沒有製造過 沒有製造過公弦 坦白講我也不太懂 他這一句這樣講 我也搞不清楚 玄的位置比較高則要益 益就把它拉低 所以叫高則益之 那玄之位下則舉之 玄位置比較下 就要把它往上拉 所以位置下則舉之 玄之長有餘 如果玄比較長 那就要把它剪斷 損之 故曰有餘者損之 玄之長不足 則補之 玄可以補啊 兩個玄用接的 那一拉就斷 這個不通 不通 所以我覺得這個叫做 以文字解文字 以文字解文字 忘文勝義嘛 就這樣講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的理解是 拉公 張公就是 我們射箭的時候叫拉公 拉公 那拉公是不是要瞄準 要瞄準 那瞄準的時候 就要對著目標怎麼樣去調整嘛 要去調整 假如這個公 這樣拉太高 對著目標不準 這樣不行 這樣一射出去 就往空中飛了 那因此就要這樣 那假如說 太下面射出去 射到地上 不會射到那個目標物 你就要往上 其實就是在瞄準的時候 拉公射箭 對著目標 箭靶的時候 要根據那個 箭靶的位置 去調整 你拉公的上下 太高了 就往下降 太低了 就往上拉 那總是最後能夠射準 那個箭靶 我想這樣還算合理 因為我們至少看過 射箭是這樣 射箭的瞄準 敵曲這些 都是上上下下 那調整方位 包括我們今天在 奧林匹克的 射箭比賽裡頭 也是一樣 都是要去 調整你的 你的拉公的時候 要調整 怎麼樣跟那個 箭靶之間 能夠對得準 應該是這樣子 那至於底下 那個 有餘者 損之 不足者補之 這一句 因為原文 在我來看 這一句可能 不是連著 張公這樣子下來 應該是另外 有一個 譬喻 有餘者 就把它 減少下來 太多減少 不足者 就給他做一個 補充 但是沒關係 這個地方 我們所理會到的 真正的意思 其實是 最後這一句 天之道 損有餘 而補不足 這個就是在 先秦的典籍裡面 我們經常會看到 包括 左傳 國語 等等 這些古代典籍當中 都會有一句話 叫 卸其太過 補其不足 這個是一種 增損 增加 跟減損之間的 一個調整 的一個調節 卸其太過 太多了 整個萬物 整個萬物 當中 太多的部分 就要把它卸掉 然後呢 那個不足的部分 就會再補充 各位觀察一下 其實 當我們人 不要去干預大自然 不要去改變大自然的時候 大自然本身 就有它的規律 你這樣子去觀察 那個實物鏈 那個實物鏈 整個宇宙自然的實物鏈 它就會有一個消長 卸其太過補其不足 的一種規律 才能夠保持整個大自然的均衡性 因為透過這個 才能保持那個均衡 所以幾乎每一種 在中層 食物鏈的最上層 食物鏈最上層 沒有天敵 這個往下 就開始都有天敵 那天敵本身 其實就是一種相互制衡 那因此呢 你會發現 那個越往低下的 低層的那些動物 它的繁殖力越強 老鼠可以生很多 蟑螂可以生很多 這些經常就要生一大堆 因為必須生一大堆 才被人家吃掉 被消滅掉 它才能保持它的物種 不會斷絕 但是你會發現 那個最上層 食物鏈最上層的 老虎啊 獅子啊 因為它沒有天敵 除了人啊 除了人之外 動物界裡它沒有天敵 所以呢 上天天到 就會讓它 生育率比較低 頂多只能 有些很厲害的 像大鯨魚 它不可能一胎給你 生了十幾條小鯨魚 它當然就是比較少 比較少 老虎也不是一胎 像老鼠一樣 生了好幾隻也不會 它生育率就會比較少 因為它是在消滅人家 那你假如消滅人家的 去吃人家的 消滅人家的 還要讓牠生育率那麼高的話 那不得了啊 所有的一些動物都會被吃光啊 所以這個就是天道 這基本上就是天道 這是大自然的規律啦 因此食物鏈本身 就其實是可以看得出 整個蟹群太過補群不足的 那樣一種自然綠 因此才能夠保持一個均衡 所以變化 大自然的一種 宇宙的變化 除了繁著道之洞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規律 一個往復循環之外 第二個 就是蟹群太過 不棄不足 在老子的觀察裡頭 宇宙大自然 那個經驗現象界 那個具體的存有物 它是不斷地在動變著 而這個不斷地動變 它基本上是有著一定的規律 那就第一個 一直不斷在往復循環 往復循環 第二個呢 都走著一個 卸其帶過 補其不足 通過這兩個規律 這兩個規律就是天道 才能保持整個宇宙自然 永遠處在一個均衡的狀態 而且在時間的歷程裡頭 永遠是無窮無盡 所以這個地方來保證 一個時間的歷程 在時間的歷程當中 它一直都可以 無窮無盡 那這個地方來保持它的一個 量的均衡性 所以整個宇宙最終 能夠在一個均衡的狀態底下 而在時間的歷程當中 一直不斷的變化下去 無始無終 無窮無盡 它才能夠恆長 所以恆長是通過動變而來 沒有動變 就不可能恆長 流水不符 當水停止下來 一定是腐敗 這是常識的 也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 可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你不要講說那些哲學的 那些高深的道理 只是在一個學院裡頭 一些學者 小眾的在玩弄一些學術的概念術語 日常的百姓當中 我們很多人連嘗試都沒有 多得很 知識太多 沒有嘗試 專業知識太多 但是沒有生活嘗試 這個大概是學者 很可能就是這樣 很多學者 專業知識太多 生活沒有嘗試 所以在他的專業領域 神的不得了 走出專業領域 到了日常生活 變成生活的無能者 那其實中國的思想 很多的日用之間的道理 孔子講的是日用之間的道理 孟子講的是日用之間的道理 孟子講的是日用之間的道理 老子、莊子講的 其實很多還是日用之間的道理 這些日用之間的道理 假如是非常的正確 其實是我們任何人 過生活裡頭都要懂的 這些不懂 你再有什麼多大的專業知識 變成什麼專家 其實都沒有用 因為生活是活生生的 每天要對著這麼多變化無窮的 這些生活 哪天都在變 那你面對這些在變的東西 你怎麼去面對 所以我想很多道理都是如此 宇宙自然是天道 歷史文化也是一樣 一個國家要如何能夠 沒有不亡的國家 但是這個國家有長有短 有些朝代可以有800年 有些朝代只有不到20年 那麼這個這麼短的朝代 跟那麼長的朝代總是有它的道理 那麼這當中任何一個朝代 一個王朝要能夠保持比較長久 我想變革跟更化都是重要 所以董仲書在漢代為什麼提出更化變革 假如政治永遠都不懂得變革 不懂得更化 那麼到最後就是僵化 一個政體變成非常僵化 我想那個政體很快就腐敗 就僵化掉 那一定會倒台的 一個企業體同樣 我們今天的一個企業體的經營裡頭 不斷的隨著時代能夠去變化 才可能有百年老電 那麼因此這個企業體的一種維持一個恆長 也是一樣要懂得變化 大概目前最厲害的就是電子電子業 所以你可以看到 Nokia已經完蛋了 那科達的相片現在沒有人在用底片 因為數位相機已經變成這樣 所以假如科達像Nokia這些 原來做電子的這種東西 假如你沒有隨著新的變化 那手機已經變成這樣了 所以Nokia原來那個老的手機 現在也根本沒有人在用 科達假如它當時轉型 沒有辦法轉過來 Nokia轉不過來的話 那這個企業體就消失掉了 所以動變是保持恆長的一種非常重要的一個原理 知道動變的意思 國家是如此 企業體是如此 個人呢 個人的生命難道不要變嗎 你的身體你沒辦法 因為身體的變化 從幼年、少年到青年、中年、老年 身體的變化有不得你啦 那宇宙會幫你變化 天道會幫你變化啦 但是個人的生命 價值的創造 比如說學術是一種價值的創造 這個各種一種技 一些技術比如說有關電腦啊 各種技術本身 它都一種不斷在變化的東西 而你這種精神上的創造角度 不是與時俱進 沒有辦法與時俱進 而不斷隨著時代 有一種新的變革 自我改變的話 那你大概可能到了某個年紀 40歲大概就差不多死了啦 雖然還在呼吸啊 還在吃飯啊 但是你的學術生命已經結束了 沒有你的整個學術界沒有你的位置啦 整個這種電子業界沒有你的位置 整個電腦資訊界沒有你的位置 因為你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因為你停頓了嘛 你不知道變化嘛 它就是如此嘛 所以人 個體生命的變化 來自於創造 創造 創造 只有通過創造 讓你的精神生命都處在一個變化之中 能夠跟得上時代 與時俱化 你才有可能比別人能夠橫長的存在 所以道家在這地方 就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請示 就是機 這個道家講的就是一個機 機 機就是一種 在具體的時空的情境當中 具體的時空的情境當中 事物的變化的征兆 一個事物要開始變化了 它一定會有一定的征兆 這個征兆出現 你那個動作機先 動作機先 然後應機而坐 動作機先應機而坐 你就可以掌握那個時機 而活得比別人更長久 也就是你才能橫長 必須動變才能橫長 動變與橫長之間是變正的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永恆橫長是靜止狀態 沒有東西靜止能夠橫長的 靜止就是毀滅 我想這個是道家所看到的 所以道家是一種變的哲學 動的哲學 動變這個地方是一種智慧 所以我想在這地方 我們學老子就是要這樣 今天講到此地 你應該要橫長 你應該要橫長 你應該要橫長